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长达施略时间 长达一个多小时 网上露出来的一段15分钟的视频 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事情的过程 很简单 这个事情应该结论就是 酒后失礼 发酒疯 打人了 但是深层次的原因 我们作为外人是不知道的 但是确实他这个事情后面反映了大家 普遍讨论的又是另外一回事 是什么呢 是说权力发疯 权力就是张陶这样的人掌握的 他并没有什么科学能力 长期一看他的履历 都是机关里面做干部的 然后现在掌控着2000亿的资本 这个权力膨胀到很大程度 有钱有权 现在还想要一张脸 要个院士的名头 请了人来吃饭商讨这事 不知道喝了多少茅台 还是拉飞 反正人就不省人事那样子 一顿痛打 把50多岁的院士打得满地找牙 这个据说肋骨断了好多根 然后还不解气 在推散过程当中 一脚把86岁高龄的院士 女院士 女的给踢翻了 所以这个人真的是 一下就罪恶深重了 这个案子呢 这事情被压了一个多月 现在这个官方媒体 官方的这个机构说 要配合警察机关 去调查这个事情 公安机关也介入了 但是这个事情压了一个多月 而且当时施暴一个多小时 这事情确实不是一个小事 背后的原因 一般人肯定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确实也要呼吁 不要用醉酒来敷衍这件事情 不管你喝醉没喝醉 你施暴了 而且以你的动机和行为来讲 都不适合在做这样的一个 国有资本的控制人 你不能代表我们 这个钱是人民的 这个权利也是人民的 人民现在告诉你 你不要再染指这些东西了 回家去好好思思索吧